小伙伴们,接下来我就要为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徒手与铁盔蕾搏斗 让我先吃一粒祖传大力丸 来吧铁盔蕾,让我看看你的能耐 嘿,哈 哎呀,你这也太弱了吧,怎么几下就没了 我的大力丸效果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呢 城市变幻,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各位江湖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杨莫的外宝箱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款装备道具型模组 它的名字叫做江湖型 这款模组中增加了许多武侠风的道具 那我们话不多说,赶紧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要介绍的是模组中新增加的矿石,三元石矿 当我们将三元石矿开采后,就会获得三色原石 模组中的大部分武器装备都需要用到三色原石才能合成 其中就有一把武器很特别,它的名字叫做牛刀 牛刀是用铁剑和三色原石合成出来的 虽然攻击力和铁剑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把刀有一个特殊效果,就是可以专门用来杀鸡 俗话说,杀鸡应用牛刀 那我们用这把牛刀来杀鸡的时候,就会有概率获得鸡血 鸡血可以用来合成模组中的各种弹药 比如用鸡血合成的黑玉断续弹 黑玉断续弹是出自精英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 它是金刚门的独门秘养,药效非常神奇 不管是遭到重创还是已经生残的人 只要使用此药,全都可以痊愈 还能恢复正常活动 游戏中的黑玉断续弹呢 我们吃下之后就会获得一个生命恢复的buff 让我们瞬间恢复满血状态 小板板,这么好用的丹药 可是闯荡武林的必需品呢 还不赶紧来上几瓶 除了黑玉断续弹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制作出神形丹 神形丹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个高等级的速度buff 跑得绝对比墨影人还要快 不管是用来吹怪还是用来跑路 效果都十分出色 不过丹药中最让我满意的还是这颗大力丸 大力丸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个超强的力量buff 吃下大力丸以后我们的力量会瞬间暴增 战斗力直接辣满 看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 就拿这只铁傀儡来试试吧 吃我一拳 嘿 怎么样小伙伴们 连铁傀儡都被我徒手消灭了 还敢说这个大力丸不强吗 说完了弹药 咱们再来看看符咒吧 这款模组中的符咒啊 也需要用到积雪道具 而合成出来的符咒呢 需要配合模组中的武器使用 就拿这张封印符咒来说 我们需要将符咒放在左手 然后右手持剑攻击目标 这时就会触发符咒的效果 将目标封印 被符咒封印的目标 会在一段时间内无法移动 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哈哈 哎 大哥子 你来打我啊 我就站在这里让你打 除了封印符咒以外呢 模组中还有可以召唤天雷的雷符 以及可以造成爆炸的火符等等的 都是非常强烈的道具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己去下载模组试试试哦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咯